和大家說國安法的安字 這個安字的意思大家一定熟悉 有這個安字的詞語 比如說安全、安定、平安、安寧、安靜等等 都是有個平靜、寧靜的意思 安和靜是很接近的 這個字是怎樣做出來的呢? 這個是一個我們叫做麵布 讀個麵字 底下一個女字 這個麵的布袖通常是表示一間屋 一個麵的一間屋 這個象形也看到了 所以這個安字是一個會議字 一間屋裡面有一位女士在樹 最正常的解法就是一個女子 有一間屋在做任屁 這樣就很安全 我們問為何是女呢? 男女老幼都要一間屋 所謂有瓦枝頭 香港最重要的要有屋住 不一定只是女士、女性才需要一間屋 為什麼是女呢? 所以有另外一個解法 這個解法就是 政治上沒有那麼正確 不過都可以接受的 即是說屋裡面有個婦女才叫做安樂的 所謂成家立室 這個就從男性的角度來看 即是一個男性為中心的社會 就這樣看 這個男子你怎樣才真正是安樂呢? 你便找到一個老婆 即是屋裡面有個家庭主婦 這樣你就安樂了 所以這個屋底下有個女字 就是這樣解法 還有一個說法 差點了 有些性別歧視的性質 就是現代的文明社會就不能接受 這個說法是怎樣呢? 這個是安字 另外一個字的結構跟它差不多 這個字 這個橢字 就是穩橢 橢當 橢貼 橢 橢和安這兩個字 其實是很接近的 意思很接近的 這個橢字 下面是個女 上面是怎樣的一撇三點 以前曾經說過的 這個頭其實是隻手來的 它的船書的寫法 小船的寫法是這樣 是隻手 這個手是由上面握下來的 這個女 上面有一個手是甚麼意思呢? 好了 如果用回正說那個 一個家庭要有一個婦女 才叫做安樂的話 你可以這樣解 如果從男性為中心的角度 你拿到一個婦女回來 以前 原始社會 要搶女人的 搶到個女士回來你就妥當了 這個有一個這樣的意思 但另外還有一個解法 這個手在一個女上面 並不是搶她回來 是控制住她 這個手 加在這個婦女的頭上 控制住她 操控住她 管住她 這個意思呢? 你要妥當 要穩妥 你就要控制住那些女性 管住她 不要讓她互作非為 這樣才是妥 這個就明顯是性別其事 如果用這個解釋 有人就說 這個面子頭 其實不是一間屋 也是一個蓋 蓋住裡面的婦女 限制住她 管住她 約束住她 即是說 婦女要受到約束 然後才會有平安 要有這個安樂的 這樣說 這個以前 男性為中心的社會 可能真的這麼看法 這個是歧視婦女的 一個這樣的觀念 女性 不能夠讓她們太過自作主張 一定要控制她才行 就算在現代社會 你留意一下 都有一些人有這樣的觀念 即是覺得女性 就不適宜做得最高的位置 當女性做到最高位置 會出事 要按著她才行 當然不是 現在全世界 很多婦女做元首的 香港也是 不見得出事 既然 我們在做法庭的 我們在做法庭的 可以讓她們